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外界有很多次點名 陳時中部長就是參與年底的選戰 那陳部長昨天接受專訪的時候 也表示不排斥 這算是一個表態嗎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今天有媒體報導說 就是點名了多位政務官 可能參加年底的選戰 包括徐國遠部長 還有王美化部長 還有陳吉祥主委 那也想請教一下 當事人的態度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沒有要我回答 直接跳過去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 沒有那麼剛好場合都排一整排 等著大家問 來 陳部長 那與其說昨天那個訪問是表態要選舉 不如說是表態不選舉 那我的態度很清楚 我是政務官 那也是中央疫情的指揮中心 那一切以政務為重 我們現在是要心無旁駛的 處理相關的政務 這些相關的政務沒有告一段落 我絕對不會有另外的一個 其他的思考 好 謝謝 來 美化部長 經濟部也是一個忙碌的部會 那選舉的是沒有意願 現在也沒有規劃 謝謝 好 其中主委 我本來要學柳秉承政委的回答 可是這樣太跟我想法不一致 我的更白話文就是 如果沒辦法在農業部門有所貢獻 那就應該離開這個地方回到學校 就這麼簡單